底下一个问题 老法师经常说要一门深入尝试寻修 弟子持明念佛多年 但近年来佛号提不起来 而是以思维性观察周边的人事物 关键自己的念其念灭行为习惯 请为这种情形是偏离一门深入 还是去向理议心不乱的方向 不是理议心 你对理议心完全不了解 你这个是 你的佛号为什么提不起来 你的心太乱了太砸了 你受到外面环境的干扰 所以你功夫退了退转了 你提不起来 这个理议心念佛是什么时候呢 妄想分别执着断了 那个时候念佛都叫理议心 你的妄想分别执着没有断 都是属于四意心 那四是什么呢 就是妄想分别之处 这是四 所以离根四 理议心是谁呢 法身菩萨念阿弥陀佛 就是理议心 这个要知道 理议心念佛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就是理议心不乱 生什么地方呢 生十报专业图 他不是在凡神同居图 也不是在方便犹豫图 所以你要知道这个道理 那个是生到极乐世界 花开见佛 自己所振的国位 就是华元金出租 得到这个地位 不是在舍心位 舍心位里面 各位都知道 从粗性到六性 是凡神同居图 七性到十性 是方便犹豫图 粗诸以上 才十报专业图 那就清楚了 所以你这个不是 理议心不乱的方法 你这个是妄念 习气太重了 手问